邀請你一期詳映 大大攜手 讓愛會流 鑽雪佳麟華 有時候人可能一多 你需要趕快抓東西的時候 你手機其實一放 你的手就空出來了 所以我個人覺得 手機掛層是非常的方便 它滿有設計感的 再來是我覺得它 因為是比較寬的那種肩帶 所以其實你背起來的時候 不會那麼有負擔 常常會看到一些朋友 他們真的是一直在找手機 或者是手機放著 然後臨時要拍照 他們又找不到他們的手機 所以我覺得 推薦給他們的話 其實是滿方便的 歡迎收看CTI TALK 國際自由對決 大家好 我是林家園 請大家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衝進全世界的發燒榜 再繼續要領先 我們說中國大陸 剛開完博敖論壇 真的是集體亞洲發出一個聲音 就是像美國這種 霸權主義的說不 好 美國是不是看到了 崛起的亞洲 想要來挑釋嗎 比如說三海要圍堵中國大陸 東海 台海到南海 但大陸一一的破解 比如說台海的部分 馬歇二會渴望4月8號要登場 還有南海的部分 菲律賓你找死嗎 胡錫進說我們會奉陪啊 還有來看到 美國現在身陷兩場戰爭 俄烏的局勢現在看起來 俄國因為遭受恐攻之後 現在加緊很多的力道 對烏克蘭進行攻擊 另外其實他也研發了什麼呢 重新要來研製超級炸彈來了 這也是重磅的武器 另外在以色列這一部分 美國拜登又偷偷的軍援以色列 讓民主黨真的是罵翻了 另外也會談談科技戰 S某要出走嗎 還有包括的是NVIDIA 也很需要中國大陸 另外P70還有小米汽車 真的搶翻了 今天哪些重量集團人呢 一起來熱烈歡迎 前立法委員雷倩 嘉遠好 觀眾朋友大家平安 前立法委員郭靖亮 前週年有限大學接吻集 嘉遠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 一開始就來看到 博敖論壇 正是亞洲發出了共同的聲音 亞洲人可以關亞洲市 域外國家幹嘛來挑釋呢 來看到博敖亞洲論壇主題是 亞洲跟世界共同的挑戰 共同的責任 他也提到 中國大陸2024年 實際GDP增長5% 然後亞洲的部分成長率4.5 真的蠻不錯了 占全球比重49 所以李寶東秘書長就說了 我們要對外部擾亂 亞洲企圖堅定說不 趙樂際他說 呼籲亞洲國家共同反對 霸道還有霸權 哈薩克總統說 真的亞洲很多機會 多米尼亞總理也說 中國大陸創造了經濟奇蹟 也為全球發展世界做出貢獻 另外再來看到是說 現在講到亞洲真的是 比較亂的地方是南海這個局勢 所以亮哥你怎麼看 這個博敖論壇 然後印尼當選的總統 普拉伯沃訪問中國大陸 也要跟習主席 李強這些見面等等的 然後菲律賓這邊不斷鬧 所以現在胡錫進說 菲律賓你找死我們會成全 不這事實上就是美國在亞洲 搞的都是軍事結盟 大陸在亞洲做的都是經貿 共共贏 這個趨勢我認為會持續蠻久的 你不要以為這個 這個大概是我們講到的 第二輪第三輪吧 我覺得這十年可能都會講到這些 我一直到 一直到他發現沒用為止 一直到沒用為止 事實上你知道普拉伯沃要去中國 然後李強會去訪馬來西亞 所以你看他訪問到越南 也剛剛有國事訪問 所以即使是東南亞內部 你也看到印尼馬來西亞跟越南 他就是走經濟合作這一個路線 那菲律賓 菲律賓 這個你未來一個月還會 他會一直聽到他的新聞 因為太多事情了 美國就要拉菲律賓跟日本 去美國訪問 因為4月11號 岸田要去美國國會演講 那小巴可是要一起去 所以他最近肯定要做出一點成績了 不然大家看不到他的可見度 然後4月大概第三個禮拜左右 這個肩並肩的軍演就開始了 那美國大概要來一萬兩千多人 是啊 菲律賓要投入將近六千人 所以也是一個 反正就連度美飛最大的演習 然後也聽到AUKUS要 拉日本入會 所以坦白講 這個美飛 美日飛 那我當然是希望沒有台 不然就是美日台飛 就是從東海一路台海到南海 就山海 就拉一條線 這個 這個應該就是美國的籌劃 就是因為他也找不出什麼題目 因為他也沒有辦法提供 亞洲國家經濟發展的大的機會 沒有 基建也不行 然後也沒有開放 市場不開放 真的很難 要承諾到菲律賓投資10億美元 現在也還沒看到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不幸 因為美國在亞洲 事實上是慢慢慢慢的 在走向示威 可是那個過程也會有相當的時間 因為畢竟過去整個亞洲 就是美國主導 對 中國大陸是透過東盟加1 東盟加3到RCEP 開創出一個新的天地 可是基本上有共同防禦條約的 都是美國 美飛 事實上你現在聽到的 要嘛就是 這過去有共同防禦條約叫台灣 對不對 對 很久以前 那現在還有的就美國 韓國 菲律賓 澳大利亞 對不對 所以就是完全都是軍事邏輯 那這也不是短期內會改變 不會 就是一定要到中國的軍力 明顯讓大家覺得這個 不能再搞下去了吧 會傷到美國 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我們就講說 兩權相爭總是要到了那個點上 我們就叫Tipping Point 你總是要到那個點上 大家才發現這個恐怕搞不下去了 事實上目前比較大的轉折點 是俄羅斯嘛 是 就是烏克蘭事實上 就逐漸接近了那個點 對 如果美歐不能夠再 弄出一輪來大幅支柱烏克蘭 再打一波 那我認為烏克蘭那個點就快到了 那這個 所以目前就是這樣的局面 你也可以看到俄羅斯 在全力跟中國打招呼嘛 對 至少普京未來這個六年的任期 我認為他是注定要跟中國全面結合 對 這個態勢應該蠻清楚的 那可是中國大陸 比較複雜啦 因為中國大陸體量太大了 對啊 他不可能只靠一個俄羅斯 他不可能全部靠俄羅斯 對 所以他就要多面交往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對歐洲 也是要分國家來交往 是 不同的力道 對 所以研究中國外交會蠻精彩的 是 因為他的多元性 還有特殊的議題設計 這個都給學外交的人 一個很好的上課 對啊 尤其在 比如說亞洲部分 他也有很多好朋友 然後在歐洲部分 法國 荷蘭 德國這些 跟中國大陸關係也都很好 清潔怎麼看 因為博鳥論壇真的很重要 因為說的是 亞洲人可以管亞洲市 習主席其實不斷的在 博鳥論壇當中 有一些金句 比如說合作供應 才能辦大事辦好事 辦長久之事 然後也曾經提出 全球安全倡議 就是在博鳥論壇裡面 推動全球安全治理體系的改革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幹事長 鄧鴻森也說 全球大概70%的知識產權 就來自亞洲 亞洲人真的有能力 可以管好亞洲市 我們這邊的歷史淵源 有很很深很遠 所以可以看到說怎麼樣 中國大陸現在 跟很多國際上的場域 是你要跟我硬的 我也不會讓你 但是軟的部分 我們也可以好好談 比如說來看到 劉建超最近也跟 馬來西亞總理安華有見面 他們就說要管控南海的分歧 然後對澳洲部分 也解禁了相關葡萄酒的禁令 懲罰性關稅等等的 但小馬可是就鬧啊 說什麼呢 哎呀 中國大陸這些都 都是襲擊的 我們會反制 然後美日飛 今年也要在南海 進行海上的巡邏 大陸這邊就是說 我們堅定的捍衛主權 然後菲律賓這邊國防部還說 我們不會屈從 自認為高人一等的中國 中國有自認高人一等嗎 好 菲律賓前總統 艾洛宇阿羅約說 菲律賓政府跟人民 不想要戰爭 中國大陸對我們很重要 華春也說到底誰在挑動 南海的局勢 中國大陸是透過對話 解決分歧 菲律賓勢在勾連美國 要遏制中國 所以這一系列的看起來 不是非常清楚嗎 一邊講的是經濟合作 互利共贏 一邊講的是軍事對抗 你輸我贏 那我想我還是回頭去把柏敦講一下 因為柏敦是在2001年開始 有29個國家開始創立 我們如果回頭去想 2001年那個時候 亞洲很多國家才剛剛進入了WTO 而且在中國大陸的經濟量體上 還是跟美國所主導的那個世界 相差非常遙遠 而我們在這幾年都已經看到了 中國大陸的經濟量體 已經跟美國所主導 就是跟美國的量體 已經到了至少80% 如果你用購買力評價的話 就更不一樣了 所以那個時候是在一個 非常年輕的一個 發任中的一個區域經濟體裡面 開始討論未來的一些原則 我常常拿這些呢 跟在上一世紀中的 亞非不結盟運動來開始對比 因為亞非國家那時候所用的 譬如說互不侵犯啊 是和平共處五條五原則這些 都跟現在的 由中國大陸所主導的這個經濟討論 可是當時呢每一個國家 都要去看西方的市場 也就是說西方是下單的人 你無論是製造 或者是你將來的銷售 都要看這些買主他所下的單 可是現在經過了24年 柏勃是從2001年開始 所以現在差不多 就是兩個12年之後呢 他們今年談什麼事情 他們談亞洲經濟前景 緊急一體化的進程 2024的年度報告 也就是說整個亞洲的經濟一體化 至少我們光去看RCEP的話 無論是人口 GDP跟貿易總額呢 都已經到了全世界的30% 那嘉遠剛剛又特別講了 從今年開始往明年看的話 世界成長的一半會來自這個區域 所以他們談的是 第一個是這個問題 第二個談的是 可持續發展的亞洲與世界 也就是那些比較新的 譬如說科技的創新 新能源的革命等等等等 都也是在這裡討論 所以我要挑另外兩句 習近平先生所引述的 他不但說了什麼 獨行快 眾行猿以外呢 他還引述了這個 東南亞國家說叫 玉山一起爬 玉溝一起跨 還有我覺得更具體形象的是 甘蔗同學生相矛成從長 你看我們其他的國家 他們不常用香茅 可是如果你知道 泰國 馬來西亞 印尼 他們都是用香茅的 香料 所以他很快的 香茅就是Lemongrass 所以他們就把這整個的區域中間的 共融的這個概念放在一起 那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覺得柏奧現在已經成熟到 可以成為區域一體化 和可持續發展 未來韌性發展的一個推手了 它變成一個越來越重要的 而這個中間講到說 未來的幾個重點 一個是RCEP 我們剛剛說現在是全世界 GDP的30% 好 那美國如果看到他們的 預測的話 在2030年 預計會是全球GDP的50% 那他們會用什麼樣的態度 來看亞洲呢 再來說全球南方的興起 服務業的RTA 就是區域這些協定 還有AI的新的合作發展的這些原則 都是現在在柏奧討論的 不是只有在歐洲 或者是美國西方 在討論這些未來的規則 而是亞洲人在討論這些事 所以我覺得它最近 他們時常用幾個字來形容它 就是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 那當然它另外一個概念就是說 你域外國家不要來這裡 興風作浪 不要用軍事來挑釁我們自己 亞洲人的共榮機會以外呢 他們在數字上面已經看到的是 亞洲人買亞洲 亞洲人投資亞洲 亞洲人遊玩亞洲 包含了所有的旅遊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認為我們真的是在面對一個 亞洲興起的這個世代 很久以前我常常講說 我們可以看到亞市場崛起 或者亞元崛起 但是現在呢 可能不會是個亞元 因為它直接越過去做 數字貨幣數字支付 但是亞洲市場的崛起 卻是實實在在實打實的 而這中間包含了 創新的驅動 綠色的低碳的轉型 數字跟智慧的轉型 最後呢還有一個 所有的價值分配的轉型 共榮的這種轉型 那這些東西都不是 我們傳統西方的 這個經濟殖民 或經濟霸權主義中間 在乎的一些議題 雖然他們也常常說 綠色低碳轉型 但是到目前為止 2025、2050 或者是2030、2060 這些真正的目標 哪一個國家投入了 真金石銀的大的 無論是基礎建設 或者是研發呢 到目前為止 還是十分有限 所以當亞洲有一個機會去 真的是超歐感美 我放在引號裡面 難道不會是應該 我們亞洲人去擁抱的 所以剛才亮哥特別講了 美國正在積極做的 從北到南 日韓 然後接著就是琉球 希望是越過台灣 日韓、琉、菲 一路到澳 澳洲的這一條防線 我認為 如果我們可以盡量的避免 它成為更加的軍事化 更加的高階的軍武化 甚至更加的衝突緊張化 那是我們要能夠有一個 亞洲紀元的前提條件 所有區域的領袖都必須努力 對啊 亞洲是一個向上崛起的亞洲 希望這邊是一個和平之海 而不是兵兇戰危的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亞洲這些很多美國的盟友 期望怎麼樣呢 跟著中國大陸對抗 對亞洲是好嗎 比如說現在韓國 蠻像靠向中美國的 還有日本還有台灣 還有菲律賓 這些如果真的把它連起來的話 真的對亞洲好嗎 值得深思 大使你怎麼看 因為菲律賓現在 就是非常的強硬 所以胡錫進說 你要找死 我們奉陪 然後印度這邊也要來攪局 印度外長跟菲律賓外長 見面的時候也說 我們支持菲律賓捍衛主權 希望跟非方加強國防的合作等等 另外再來看到 菲律賓討拍 最近被中國大陸 用高壓的水柱噴 結果這個人受傷了 還公布這個傷者照片 說你看中國大陸好壞 害我們一個人還要縫了13針 另外中國大陸這個 看得出來一戰成名 就是高壓水炮 真的是很強 因為它又是中國大陸黑科技了 中國大陸的製造真的很強 中國大陸的水炮 最大流量跟高壓射程 超過了100公尺的高功率 高壓的水炮 還被說裂入了出口的管制品 然後菲律賓現在 什麼用科研的理由 登上了鐵線膠 日本人也參與 但中國大陸直巴出現了 讓菲律賓也是真的很尷尬 那更別說你真的不要逼 中國大陸填中葉島 因為鐵線膠旁邊就是中葉島 中葉島是你搶了中國的土地 大使 其實就是說南海這個爭議 有人說它是實還是虛 還是說它利用它爭議 來達到各國國內的政治目的 因為你比如說我們講鐵線膠來講 鐵線膠在高潮時候 事實上是沒有浮出水面的 對 你看到 你看到媒體上 對不對 報導 他們去了三十幾個人 上了那個膠 它其實一片就是一片 一片這個 就是珊瑚沙的一個 對 一個 就長這個樣子 我們近一點你會看得出來 這是低潮的時候才有可能看到 對 退潮了 退潮才出來 高潮的時候根本沒有出來 高潮的時候看不出來 請問一下在那邊爭什麼 對 你就不要爭什麼 他那三十四個人上去以後 中國大陸用直升機掃一掃 他們就已經受不了了 沒錯 而且高潮 這個潮水上來以後 他們也沒辦法在那邊待 可是他今天就要玩這個東西 我們要思考他可能有深一層的 因為他現在那個地方也不能住人 也不能捕魚 對不對 你說那個水下資源的開發 菲律賓還不具備那個能力 你說那個油氣的探勘 菲律賓還要想找中國大陸 一起來合作探勘 那到底為什麼 其實從馬可士 他這一串的作為下來 事實上他的動機跟他目的 已經引然若現了 第一個他有政治野心 國內政治野心 他想修憲 他做一任總統 他似乎是不太滿意 事實上的話他這個要修憲 他要鞏固他在國內的政治力量 政治地位 他就不斷的在南海聲勢 你看他現在搞到現在 事實上的話 他已經 他的這個支持度 因為他當選的時候 勉強過五成 到現在已經六成五了 所以玩南海這個遊戲 對他來講 對他提升在國內支持度 看起來效果很好 那這個過程 又不斷的製造危機的情況之下 他也給菲律賓的軍人 很多怎麼講 很多利益 比如說我要修軍事基地 我要買這個軍事裝備 我去想幫你從美國 從日本那邊 扛一點東西過來 對不對 然後給這個軍人的社會地位 得到他們的舞台 軍人是要靠打仗的 對不對 軍人如果每天都成平的話 軍人真的 在社會上忘記他的存在 對 所以事實上他這個軍人 事實上可能目前 他對軍方的掌控 隨著南海這個情勢 他不斷的攪動 他對菲律賓的軍隊 他有怎麼講 有逐漸掌握實權 這個跟他未來要怎麼講 要更改 等於說這個憲法體 菲律賓的憲法體制 他有一個比較強的權力基礎 所以這樣子看起來 這個馬可是不是傻瓜 他講的話 他的目的 事實上可能是 就是在這邊 他現在可能要修憲 因為他前一陣子已經 講出來以後 杜特蒂說 你要修憲我就搞獨立 對 可是說是這樣說 到最後還是要看民意 還是要看什麼 看誰掌握住這個情勢 對 所以你可以看現在馬可 馬可是正在一步一步上鞏固權力 各方面都在增強 另外一個就是馬可是本人 跟美國的關係 對 很多財產 這個裡面有人說 馬可是在美國有 100億美金的家產 這個等於被美國人 插住他的脖子 你說他能夠告訴別人說 我在美國有100億美金財產嗎 他不敢 那是他爸爸不知道怎麼弄來的 這些財產都不得 都見不得光的 美國人把他吃掉了 他敢坑氣嗎 他也不敢坑氣 這是他更脆弱的地方 所以你看他跟美國的合作 可是美國人幾乎是做了 美國人的馬千足 對 可是問題就是說 到了關鍵時刻 你看 美國方面說 如果說如何如何 現在譬如說造成人員傷亡 就可以引發 他就可以等於 美非共同防禦 就可以引用 美非共同防禦條款 然後進行聯合防禦 對不對 可是一講到這裡的時候 馬可是往後退 他還不到這個程度 我們並不會 引起這樣子的狀況 現在還不到 談這個的階段 所以你看他基本上 他並不是希望 把這個在南海的 這個騷擾戰術 把他真正推到戰爭 就把他變成戰爭 他是用這個在南海的衝突 達到他國內的政治目的 和他個人 然後對 財產起碼在他任內 不要被美國人 那麼一聲令下 就把他黑吃黑了 這是這個情況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南海這齣戲 基本上 馬可是會一直演下去 會一直演下去 可是我覺得 大概也是 僅止在這個程度 你說再繼續往上升高的話 事實上 目前看起來 可行性 這可能性不太大 而中國大陸事實上 現在講到譬如說 牛二礁 譬如說這個鮮兵礁 這幾個現在比較接近 在中國大陸 這個南海諸島裡面 比較接近 這個小三角的這幾個 這幾個 幾個這些現在也是怎麼樣 也是珊瑚礁 這種部分 中國大陸 事實上 以現有的軍事佈局來講 是不需要再填了 因為它已經夠了 那小三角 已經cover那些了 可是我是覺得 某一種程度上 事實上 中國大陸 也可以在這些礁上 做一些據點 然後就跟現在 在這個黃岩島上面 它基本上就把你的什麼 就把你的那個珊瑚 那個環狀珊瑚的入口 把你封起來 對 你就別想進去捕魚了 那事實上 它事實上 在裡面的蟹湖裡面 事實上有大量 中國大陸鐵格船 對啊 這可能是中國大陸 可以做的一件事 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不管是牛二礁 或者說這一次的 這幾個地方 你中國大陸 永暑礁都很近 永暑島 都很近 所以事實上要支援 你可以看出來 這一次這個 有人說 哎呀 看到那個直升機 直八 直八就表示附近有什麼 附近有0705 這兩型的 這個兩棲登陸艦 對 那上面 075的話 事實上的話 它完全就是一個 它將近四萬噸 它四萬噸 四萬噸 上面可以載差不多 將近二十幾艘的這種 登陸艇 燈 不是就是直升機 直升機當然 直升機 所以人家說就在附近 對 那這個四萬噸的這個 好军舰却停在哪了 当然就是附近的 你比如说美濟岛 这个附近都很足够 那问题就变成 菲律宾这种骚扰战术 它也想可能也想在 比如说像牛二礁 先兵礁这几个中国的 岛礁之上 它可能也想玩 这种长久驻人的 就跟马德雷三号一样 拖一下这个 其实它只要做这个就可以 这个事情就立刻紧张起来了 可是它现在只是骚扰 只是骚扰骚扰 那就是问题这个身高 我认为不会一下 变成军事冲突 身高身高身高 到什么程度呢 就看谁再采取具体的行动 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们下面观察的一个据点 对 没错 南海局势 这个是亮哥已经说了 这一个月你还未常听到 因为美国就是要拉着菲律宾 现在接1.3位 广告回来继续冲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鱼 你知道肌肤年龄 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胶原蛋白流失速度 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体肤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 实际眼 德国专利胶原蛋白生态 快点购 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2000磅尔顿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西药检验 SGS检测 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 Verasol 女神专用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弹 甚至产后补充 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 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辞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享有更多的 额外优费折扣咯 在法律面前 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 你是谁 我是天下集团的清洁人员 郑慧秀 我让你 很丢脸吗 看到其他检察官的态度 我没有 我就会把你跟他们比 朱世英 无论如何 我一定要得到他 得到他 我就能得到全世界 代表是你吧 阻碍我的人 这不过是个开始 我们提到 美国三海围中国大陆 我们当然不希望 台海被卷入战争当中 但是来看到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说 全球抗中的战争当中 台湾就是主要的防线 另外美国智库 太平洋论坛的 这个老师海明斯也说 北约集体防卫 没有包括夏威夷的话 那怎么阻止台湾被入侵呢 为什么要排除夏威夷呢 另外再来看到 说到了台湾这部分 不要兵凶战危 所以马英九这个时候 访问中国大陆真的很重要 4月1号要访问中国大陆 为期11天 4月8号传出会有马锡二会 萧续成就是马英九办公室 这边主任说客随主便 另外也传出来说 有其他的大咖也要访问中国大陆 也许是王金平吗 就绿营这边论点是什么呢 就说马英九啊 你去中国大陆 就是为了怎么样 要影响赖清德520就职演说 但是美国其实也很紧张赖清德 IT主席罗森伯格 他也要访问台湾来 这次三个月他二度访问台湾 也要凸显关注赖清德就职的演说 我们来看到马英九这次的行程 我们把它放大一点来看看 不要跟你怎么看这次马锡二会 第一个当然他会先到深圳 广州西安 西安来到5号到6号都是 7号8号9号10号 其实是到北京了 所以传出来说 4月8号会不会举办马锡二会 更别说他还要参观北京故宫 我知道亮哥刚从北京回来 应该没时间看故宫吧 没有 有去看别的地方 马英九我觉得即使有二会 重点是在于马英九提出什么诉求 我现在目前有一个传闻 很大所以他希望能够讲互不否认主权 然后尊重互相的治权 哇那这个是蛮 这个是很高的意义 很高的意义 回到九二公司了 对这个当然就是 这是更具体 他当然明白说 可是当时的精神也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 他大概就是要说九二公司就代表这个 谢谢谢谢 那这个如果习主席真的有回应他 那这算是大新闻 那是非常大 对对对对 因为坦白说啦 那个民进党以后再要说 九二公司就是一国两制 那就那就没有 就慫了没有立即一变 就是扩发到 对对对 坦白讲这个我们就台湾的角度来讲 也是帮赖清德解套啦 是 而且这个也会联动到金门 现在碰到的问题 因为互相尊重治权 对啊 是不是意味着执法县 也要互相尊重 对 不过是不是真的这样我不知道啦 我是听到一些 有些消息 蓝营的人传出来的消息 坦白说啦 如果马英九只是像上次这样 只是说有提到中华民国啦 然后走过国民党的种种 历史文化遗迹啦 那就是他的个人之旅啦 那不会有什么大新闻啦 那个我们讲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对没错 所以真正的重点是 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一个 他提出什么 然后习主席如何回应 然后接下来再看 赖清德就民进党政府 跟国民党立委兰党团 还有朱立伦如何回应 这个这个才是 联动出来的政治效应 嗯没错 所以关键就是他提出什么诉求啦 关键 嗯嗯嗯 实际上我最近在电视上我就 我就真的是这个 这个 层次希望马英九先生说 你不要害怕 你就代表百分之六十 对因为赖清德只有百分之四十 没错 你如果要代表台湾提出一个 和平发展之旅 你就要勇敢认定自己 就是代表百分之六十 那怎样的主张或诉求 对这百分之六十是相对有利 对 要勇于表达你的信念啦 这个不要退缩啦 因为这次坦白讲大陆是 我觉得习主席是经过思考的啦 不然不会在这个时间点 因为是在52年之前嘛 这个一定是一种刻意的安排啦 那这个当然就意味着 他希望两岸不要出大事了 对 那当然就是你刚刚讲的嘛 从东海到南海希望三海连动 那希望台湾不在里面 对台湾不要在里面 对我们也好啊 是啊 我同意啊 那可是 所以昨天有一位将军就讲嘛 说马英九你这个 是一个关键棋啊 你如果诉求的好 然后习主席有比较好的回应 会联动到民进党跟国民党 来跟进做一些回应 那整个氛围会不一样 所以 因为这个时候坦白讲 也没有像他这么有分量的人 虽然有传出后面 可能是王金平 下一个 但是毕竟 可是两岸的主张 毕竟是以马英九为主 这大家都知道 那你也可以去思考说 为什么大陆高层选定的人 是马英九而不是朱立伦呢 因为朱立伦是党主席啊 理论上也可以 马朱 对啊 马朱的党主席见面啊 理论上啊 那这个当然朱立伦就要 好好思考你在两岸 有没有过积极的主张嘛 那可能人家就觉得 可能你没有得到很多人信任 对 这个事还蛮现实的 是啊 那当然对大陆来讲 他如果要营造一个两岸 比较好的氛围 还有能够重启某种架构 那就变成朱立伦跟赖清德 就是没有被考虑在内 这个很很直接了当 对啊 所以罗森伯格也来 我并不认为罗森伯格是 要阻止这个或谁 不是应该不像 我认为是 他们可能更担心赖清德一点 对 所以要比较确认 他的就职眼说 不要乱来 能不能够符合美国的希望 就是 他们是担心赖清德的讲法 是不是足以稳住了 因为赖清德的判断可能是错的 因为习近平毕竟跟拜登见过 那美国王毅跟布林肯等等 我认为他们相当了解 道路的想法 那什么样的东西叫做没有到位 那这个冲突可能就会继续再下去 而且你去想一想明天 你也知道金门就要进入实战射击 连续三个礼拜对不对 那这个 怎么讲这个没有处理好 是很容易出事的 这是敌意螺旋不断的加 而且我目前已经看到一些声音 开始出现 就是他觉得民进党是故意的 对 OK 这声音已经出现了 而且有一个地方距离下门 只有四公里 就是湿雨 对湿雨 那蒙古雨你也知道 那是刘武店 他正在填游海刘武店的航道 那湿雨船 就会这边过拉了 难道你就要直接往他的方向射吗 因为这个不是你有没有打到的问题 而是你打到我的方向 那这个就是充满敌意 没有因为只要实弹射击的话 通常会划出 你就不要过来 这个很危险 通常会反方向 对 就是完全避开你 避开 完全碰不到 可是这个是明显有可能碰到 对啊 因为是同方向 对啊 同方向都没有打招呼 没有商量 那这个就是敌意 这个一定会被认知为敌意了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这个因为四月的时候 以前四月都是在复兴雨 在廖楼湾这一边 对啊 或者是本岛这边往另外一边去 往东南 对对对 就都会往东南 对 因为倩姐在进门待过 她非常熟悉 所以四月的时候真的是 你看两岸这边 真的有一些冲撞的可能性 比如说金防部 四月三号会在蒙古语这个地方 进行实弹射击 当然它是整个都有 这边也有 这边也有 东通都有 本岛也有 这边也有 这边也有 所以可以看出来 四月真的没弄好的话 真的有可能会擦枪轴火 所以另外来看到 所以马英九这次行程 非常的重要 因为替两岸的和平 开了一扇窗 另外来看到 ART主席罗森博 访问台湾 那也是很有意思 第一个呢 跟赖清德有相关 另外呢 会不会也是跟军武有相关呢 这是美国商务部的 国际贸易管理局 他公布说 其实要针对 台湾无人驾驶飞机系统 跟反无人机的相关任务 要在2024年的9月22号 到25号要跟台湾来 是要来卖武器吗 更别说中国大陆 现在因为军事崛起 美国现在也步重兵 希望要武装台湾吗 现在看到他要给台湾 四架无人机 MQ-9的无人机 更别说美国在去年的时候 也已经有水下无人载具 黄海曼也已经进行相关的测试 说今年也要来搜集相关情报 会不会用到台海 会不会用到南海呢 好 我先接着讲一下 罗森伯格应该算是 在赖清德当选之后 来的第五波 比较高的高管 所以在赖清德当选之后 一二三四五 已经第五波了 那么刚才也特别讲到了 马锡惠 我认为大家对于马先生的期望 就是他上一次的马锡惠 基本上是他个人的历史定位 跟历史工业 当时的情势并没有帮两岸 做出什么具体的 有开创性的作为 而现在在两岸 这么危险的时候 而且双方的沟通 已经几乎中断 应该说是跟民进党政府的沟通 已经中断的情况之下 若是他能够重新开启 或是建立起一个 和平之桥 沟通之桥 让我们两岸 可以避免民族的浩劫 跟生灵涂炭的话 这会是他真正的 历史工业里面 最重要的一页 那同一时间 罗森伯格到这里来 他会见蔡英文跟赖清德 那么当然 在过去来的几次中间 有些是非常不寻常的 非常短的行为 那这一次 刚才嘉元特别讲到了一个 我觉得可能看起来 就是对于美国目前 对于台湾的军事的想定 已经从前一段日子 叫我们去买刺针 手榴弹 逐渐的转为比较高阶的 无人载具 所以刚才讲的 9月的这个Mission 是在美国的政府公报里面 所以如果你现在去查 3月7号的Federal Register 你就可以看到 有一个特别的Mission 是要到台湾去的 是属于商业的 那这个中间它有四页 那我就只挑了一页给大家看 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要去做 incrued aircraft system 就是无人机 还有反无人机 另外还有安全系统 直管通勤系统 和水下的无人载具 并且还加上了 Air Traffic Management System 等等 就是整个全套的 所以它这一个新的公告 就是在请各个不同的 商业的这些机构 或者公司来参加 那中间讲的 比较清楚的是 他们到台湾来的时候 会由AIT 来给他们做中间的对接 并且AIT会用他们 非常庞大的政府资源 替他们安排最合适的对象 包含了国防部 中科院跟汉祥 所以说这个9月22到25 来台湾的这一个mission 就是算是贸易发展团吧 因为它找的都是 现在在做军武的这些公司 它会是美国对于台湾的 军事想定中间再下一步 就是它会用更多的无人载具 所以你会看到 现在为什么忽然之间 我台语叫做没台没机 就没事 就听到说 美国人要来训练我们的人 去用无人载具嘛 那事实上后面的这个生意 是安排好的 所以马英九先生去 是要避免我们的生命有问题 生灵涂炭 他要避免这个最怕的 由美国的剧本里面的 最终的那一部 而对于美国来讲 却是非常好的生意 因为他们也说了 2021年台湾有92亿的采购 差不多将近3000亿 中间39.5%是来自美国的来源 那美国政府也对它的国会说 在2019到22年有185亿的采购 就是类似于5900 将近6000亿的台币 那么这是他们的 the foreign ministry cell 就是外国军售 是向国会去报告的 那最后最重要的是 他告诉他们说 在我们国家已经说了 在台湾已经对外宣布 2024年的年终 就是mid year 不是年年底 是年终呢 要采购3200架无人机 在5年之内会有好几倍 这个数字 表示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军武市场 那这就跟赖清德 最近去看了第一架潜舰 第一架潜舰 第一艘潜舰 又说他立刻要再做七艘 其实是一样的 他要对全世界 尤其是以美国为主的 军武市场说 我们会买八艘潜舰的 战斗系统跟武器系统 就是已经有一艘 还并不完整 那另外还有七艘 所以他对外面所送的讯号 其实是台湾将会花 非常多的资源 去大量的购买军事武器 所以也就像全世界的军火商 跟这些军火为生意的人 送了一个非常大的信号 我们所在乎的生命 其实是美国军火商的生意 哇 现前讲的这段 讲得太精彩了 我们是生命 那美国看到的是很多的钱 因为台湾这个油很好凯 觉得说卖什么你都要买什么 而且现在因为民进党 一面倒的靠向了美国 所以这个钱真的不赚百不赚 好 赶快回来 请大使来说 现在已经一点几万 差一点要两万咯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梅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够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 喝汤五春想不停来咯 纠缠春游怎样不无聊 旺旺绝带爽焦 让你出游最有聊 内含蒜味小小酥 香酥椒 原味豌豆 口感丰富 风味独特 让你越吃越会胃 旺旺绝带爽焦 上游制作原料 接近合格检验后才入场生产 证实味含苏丹红成分 严格把关 安全有保障 尽请消费者安心食用 更别错过专区 众多限时热销零食推荐 现在就上喝汤汤五春专区纠团下单 任选三件折150 五件就折300 医生菌加胶原蛋白 健康维持套组 让你省更多 快点够现在买最划算 喝汤优惠真的想不停 好我们已经1.7万了 快点我们来冲2万 大事情怎么看 因为美国现在 真的希望三海能够联动吗 尤其是台湾的部分 现在对台湾的作战想定 也不一样 华游说美国陆战队 要改踩海战 希望在西太平洋岛屿 对抗中国大陆军队 这就是我们之前 不断讲的滨海作战团 分散 然后对中国大陆进行攻击 另外来看到台湾的 海军司令唐华也说 4月初要访问华府 这也是要联合美国 岛屿防卫的概念 另外说到三海 您要提到的是日本的这一块 日本现在跟美国报得可警了 第一个岸田可能要参加 美国这个北约峰会 如果真的成真的话 它是连续三年出席北约 这个把北约拉到亚洲来了 更别说它也再开放 这个武器出口 允许战机能够出口到第三国 更别说金融时报也提到 美日安保要大幅的更新 渴望规划美日连演情资这些 也被说要对抗中国 更别说它要加强 在日本的驻日美军它的层级 能够直接跟美国来进行 五角大陆对话 而不是透过印太司令 日本也规划 2025年要开始部署战俘 非一带 结果美国这边也帮它进行训练 对因为其实美国的整个的这个印太战略 里面的这个这个台柱了这场戏 台柱就是日本对 因为美国长日本长期在美国的这个淫威之下 已经它的精神上已经被美国人征服了 而且美国在这个日本的投资的军事基地是最多的 包括在这个琉球的 所以它一定要把日本牢牢的控制住 在这个任何的情况牢牢的控制住 可是最近美国这个 因为海军陆战队任务载变嘛 这个滨海作战团 他们有一个报告里面 发觉困难重重 他说研究以后发觉 真正在开打的时候 很多友邦是不是会让他的岛屿 或他的领土为美军所用 他发觉都不确定 菲律宾有这么傻吗 真的有傻到这样子吗 包括日本 日本也不会同意 美国从他的领土上 那么进行战争行为 会被源头打击 对 所以有这些问题 可是问题在战略上 美国的整个的印太战略 尤其在第一岛链这一条 就是说第一线跟中国大陆怎么样 针锋相对的这一道防线 美国防线来讲 日本是台柱 那么还有一个头牌 还有一些头牌 那不是台柱 头牌 像韩国就是头牌 因为美国在那边也有驻军 西地也多 也有驻军 第三个呢 就是哪里呢 第三个应该是澳洲 澳洲 澳洲 然后因为这个有AUKUS 第四个是谁 第四个我是属于这种头牌 第四个是印度 印度 印度 然后呢 这种小牌 小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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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菲律宾就是小牌 对 菲律宾就是小牌 然后呢 这个 还有台湾是小牌 小牌 那这些就是说 基本上完全可以寿命于你的 可是呢 成不了大气候 他可是呢 他就是这种跑到 跑到战场上去什么 去怎么样 去燃那个草 引性 然后燃引性的 真正要打的话 靠实力的话是这几个 他的这些台柱跟他的头牌 当然还有一些外员的力量 他也可以用的 比如说这些只能说是什么 这些是情商客串 情商客串 那有谁呢 法国 当然法国排在后面 英国 英国一定 加拿大 加拿大 法国 所以这几个就是 美国要在整个这个印太 尤其第一岛链 那么跟中国大陆 做对抗较量的 这个整个战略上 他的怎么讲 他的那个卡斯就是这样 OK 对 他的卡斯大概就是这样 那现在呢 这一次 那么 美国先找了哪三个 美国找了日本跟菲律宾 对 那这个里面就会 问题就变成说 澳洲为什么没参加 最近跟中国大陆关系不错 印度为什么没有出现 对不对 这个也是他的 我说他的头牌 对 韩国为什么没有出来 对不对 这三个就没有进来 韩国最近那个 李在明已经 已经在他的那个竞选的时候 已经说 他说干嘛要去惹中国大陆 台湾管我们 台湾管韩国什么事 对 现在要选举了 那那个尹锡悦就稍微乖一点了 如果选完他在国会里面 他有所斩获的话 他搞不好也会缴获这个 不过这一次你可以看出来 现在美国能够真的叫得动 能够要玩很严格严肃的这一场 跟中国大陆已经是怎么样 针锋相对的这一场南海之争了 事实上就是日本跟菲律宾 菲律宾这两个国家 其他国家 我们看有谁参加 我们看谁没有参加 对没参加很重要 没有参加很重要 对 韩国印度跟什么 跟这个 跟澳洲 那当然了 菲律宾跟澳洲之间 有没有往来 有往来 有 那么印度跟澳洲之间有没有往来 我认为都是跟美国交差的 你那个三边的我不玩了 我直接去跟菲律宾的 见面一下 给菲律宾一点口头鼓励 然后我跟菲律宾 还会继续这种军事合作 那这一次这个三边的 就美国要搞这个三边 就是说美国 日本 韩国 基本上就到美国去了 到美国去了 我想他需要日本扮演的角色 也就是说 因为美国现在要炮弹没炮弹 要武器没武器 都很慢 所以他要日本给菲律宾武器 而且比较近 给武器 然后呢 多一点联合行动 因为美国 美国已经把日本的这个 所谓的军武外销的路 都已经给他打开了 对啊 任督二脉打开了 打开了 日本的战斗机也可以外销了 然后去年 这些爱国者 对啊 爱国者 他现在爱国者他要回销美国 对 那现在就是说去年 去年底吧 那个日本的这个 暗机的雷达系统 已经送到菲律宾了 那还有就是说一些 比较破旧的巡逻艇 还有这些 所以海警船 也都移交给菲律宾了 那所以这个部分 我想美国已经在分工了 在分工了 那另外就是说 现在传说中的联合演习 联合的巡防 我认为路线最重要 看你是走到哪里 美国军舰常常到南海 可是呢 也到菲律宾 可是他离黄岩岛跟仁爱礁 相当的远 他也不太会跑到哪里 不会跑到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中叶岛 所以这里面 比较敏感的部分 你就看这三国 他将来的路线怎么走 那就知道他是 是完真的还是中间 各怀鬼胎 菲律宾就说 你玩到这里就可以了 不要再玩了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 菲律宾有菲律宾的盘算 那日本也有日本的盘算 所以我觉得 现在美国导演的这场戏 我觉得尤其在南海部分 现在现阶段 只有日本跟菲律宾 这两个国家 其他国家基本上 过去澳洲的话 如果说是Morrison的话 他可能会进来 可是现在就没有了 印度事实上最滑头 动一些嘴 那他也不出现 所以这场戏 我觉得会一直演下去 而且演到什么时候 我认为演到 马可思拿到 他国内的政治目标为止 OK 是 那这场戏 我们会继续看下去了 另外引发大家关注的是 中国大陆也有一些突破 比如说跟欧洲的关系 我想问一下亮亮 你怎么看 因为王毅 现在要跟法国的外长 进行了会晤 另外这就被讲说 那当然是铺垫了 习主席访法国 因为五月可能会访法国 双边可能谈贸易 俄乌以巴拉的冲突 因为法国现在也蛮紧张的 担心巴黎奥运 会受到恐怖攻击的影响 另外他现在也说 我们保安压力真的很大 向45个国家寻求的协助 另外说到了 恐攻真的最近也蛮多的 巴基斯坦 现在有中国大陆 成建的苏达水电站 达苏水电站 最近也遭到恐攻 五名的中方人员 不幸遇难了 巴帖的总统说 中巴友谊不会被你破坏的 更别说最近也蛮多的 包括了巴基斯坦的海军 航空战也遭到袭击 这是毕露之 毕露之武装分子也袭击 在巴帖的瓜达尔港 这些都是如此 另外再来看到是说 俄罗斯现在也有遭受到恐攻 现在还有包括说 现在死亡人数上升到144人 另外其实在塔吉克斯坦 也逮捕到另外9名的嫌犯 然后土耳其执政党犯人说 俄罗斯的恐攻 不可能没有外国情报支援 俄罗斯外长也说 欧美啊 你一直说是ISIS-K 你真的是很有可疑耶 当然美国这边都说 跟我们没关 也跟乌克兰没关 不过俄罗斯现在真的 对于这个战局 也是很有掌握 比如说打水电站等等 也都是有些战股 没有这个IS最近连续两波嘛 一个是在伊朗 一个是在俄罗斯嘛 至少他是执行者 那 事实上中国也要小心 因为IS的成员有包括新疆的人 是是是是 尤其是K ISIS-K 对呼罗山 所以我认为美国这一波操作 我当然不是说美国背后指使 可是就是 舆论战 从伊朗到俄罗斯 然后可能会波及中国 我觉得这一波操作当然 重点不是IS本身 因为它可能已经变成一个流窜的集团 对 有一些流窜的人就是拿钱办事 因为俄罗斯有公布一些证据 比如说有一些 钱是用比特币 虚领货币从乌克兰跨境支付 对 他有提到乌克兰 当然这个你还是不能证明 是乌克兰政府给的 可是就是 是在乌克兰境内 那这些人 事实上在乌克兰已经待了好一阵子 因为乌克兰也有中亚人跑去那边 那因为战争 所以生活过得非常的穷苦 所以会不会因为这样挺而走险 就参加了IS 这个没有人知道 可是俄罗斯已经定了调 他就说执行者就是IS 那可是背后 背后美国跟乌克兰也有协助 甚至还讲了英国 反正他的定调就是这样 然后后来你就看到 一些猛烈的导弹攻击 然后开始做大型的炸弹 那准备对他的电厂 我后来听张延廷将军跟我讲 说导致缺电 并不是只是让民众感到生活痛苦 不只是这样 他说没有电 那所有的雷达不能操作 瞎眼 所以是有军事上的意义 所以等于是乌克兰的防御系统 总会无法启动 无法启动 尤其他如果是很密集的话 那目前 比如说哈尔克夫 我还看到另外一个地方 哈尔克夫大概 停电状态可能有20% 那蛮严重 已经蛮严重 那还有一个城市更严重 所以我觉得俄罗斯大概已经 有点就是完全不留情面了 就是我如果导致你缺电 那不止你民众会抱怨 会施压叫泽伦西 赶快来和谈 另外一个就是会导致你 根本没有办法防御 那到时候他就可以用空军了 用滑翔炸弹 这个已经被注意到了 是啊 因为他现在就是已经重启了 他的那个炸弹的工业了 而且是用滑翔炸弹 听说那个滑翔炸弹 大概可以在40公里以外 就丢出去了 那根本没有办法挡 因为他的轨迹 并不是像一般的导弹的轨迹 所以他速度慢嘛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拦截 那过去大概最多 只有到500磅 那现在当量听说要提 提高到3000磅 是啊 所以这个是很惨的 这个甚至有人说 他可能会形同 如果炸弹目标 他会形同是小当量核武的爆炸 对 所以我觉得俄罗斯这一次的打法 真的是不一样 是 我就看到金融时报 已经写了一篇文章说 俄罗斯重新启用滑翔炸弹 已经开始改变了 这一次战场的打法了 那又加上重磅嘛 所以造成大量的公用设施被损坏 那如果美国跟欧洲不赶快在 一两个月内做决定 那乌克兰真的会垮掉 就是这样 对 所以这个法国当然 因为法国是个像个九头鸟的国家 到现在马克宏还在欧洲吹牛 说他不排除派兵 是 这个 结果派了外长到中国 我认为他也 他们也在赌 克兰哥赌在7月26日奥运之前 也在协调和谈停火有功劳 OK 那他就巩固他是欧洲霸主的角色 这个这里面当然中国非常重要 是 所以 不过那个泽伦斯基目前讲法还是很硬 对 他目前还是强调要回到2022年前的边界 那就不用谈了 这个根本就不用谈了 对 真的就不用谈了 我觉得还是在等美国的回应 因为俄罗斯的态度也很硬 他就是按照现有的现状 依照现状停火作为新的边界 对 这个乌克兰一定是把它视为投降 所以俄罗斯就是要改变你的计算方式 你如果认为这样就要投降 那我就再打多一点 就是你会更惨 你会比现状还差 所以我觉得俄罗斯现在的思考就是这样 要么我就打出去 让你的师徒从17%增加到20% 那这3%就是可以谈的 所以3%我可以测 可是就是那17% 那四合帮 我认为他现在的搞法是这样 美国跟欧洲 尤其是美国 美国如果做不出决定 然后又不放手 乌克兰就很惨 所以乌克兰这个局 我们都希望赶快结束这个战争 让民众能够回归正常的生活 现在已经1.9万差一点点就2万对不对 广告回来请倩姐好好来分析 记得帮我们按个赞 每一个桑马后面都有一句情绪 但它不长 但它短短的 但是我觉得它很特取到每个人的心 它就是很单纯很纯粹 我超可爱 记得给自己多一点肯定 你真的超可爱 你也和我一样爱吃米食 面食 甜点 以及手摇影吗 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 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级好物 就是这个 每日完胜白胜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30分钟一次吃两颗 吃大餐So easy 我往往出品的这一款 每日完胜白胜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柠檬红茶风味的 像这种夹链包设计 特别严选了北美优质白胜豆 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 以及GRAS健康许可 这个成分其实是很天然 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 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Go 为自己的健康自信 以美丽下单 很重要的是记得输入推荐代码 因为会有额外折扣 一开始我看到有人在用手机吊绳的时候 我觉得好笨喔 这什么时尚单品呢 反正也换了新手机 不如试试看 所以呢我也就买了一款 结果从此之后我要上之前的说法 说声抱歉 因为它真的很好用 它真的就是解放双手 挂在脖子上面或是侧挂 手机永远都会在你身边 就是有一种安全感在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东西 我会跟身边的朋友去推广 是说你现在没有手机神吗 那你真的太炫耳了 所以让它free吧 让它free吧 好不好 好我们赶快来充两万 记得帮我们按个赞 谢谢你怎么看 因为呢 这个俄乌局势真的被说 亮哥提到的tipping point 到了吗 好来看到乌克兰最近 东部的发电厂这些被俄军 在空袭当中摧毁了 这些工业设施啊 这个用电设施常常都最近呢 是俄罗斯攻击的目标 另外呢俄罗斯国防部也说 还要重启呢 这个超级炸弹 重达三顿的航空爆破炸弹 FAB3000开始大量生产 这少一股他去看的时候 可以看到包括了 之前有1500跟3000 这个量体差蛮多的 另外呢他原本呢 是叫做FAB500航空炸弹 他现在也说我产量要倍增 然后呢1500也说产量倍增 那刚才最新的就是这个 3000的部分量产了 他杀伤力呢 比之前还多了四倍 然后炸药的重量是1400公斤 从1.6万公尺高空去投植的话 飞行速度可以来到了 时速是1200公里很远了 另外呢他爆破的时候 只有35公尺内的范围 建筑都会被破坏 所以有个退休的上校就说 真的如果是500炸弹 是乌军的步兵梦艳 那1500就是魔鬼 那3000真的是他们的末日了 那刚才亮哥有提到 他可以用了滑翔导影的套件 提高他的精确的打击度跟射程 所以我们把时间再往前面拉一点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坐在克里姆林宫 那你看到呢 3月7号瑞典加入了北约 4月4号芬兰马上就要加入北约 北约中间的一个国家法国 信誓旦旦的说要积极的介入 而且法国跟德国跟波兰 也开了三国的会议 就是威马三角的会议 所以当你看到了整个北约 在成兵布阵这个部分 第一就增加了芬兰瑞典 另外威马三角开始联系在一起 虽然其他的国家并不承认 说会派兵 但是法国是很信誓旦旦地说要这样做 所以你整个的战场的局势 很可能会有改变的时候 若是你在克里姆林宫 你要怎么处理 何况你的国内又受到了恐怖攻击 所以看起来 他原来本来就是有个中战指导的 他要去纳粹化 乌东的几个省 以及克里米亚 大概这三个地方 看起来是他的中战指导中间 很重要的不能动的 因为克里米亚是他的不动港 也是他的黑海舰队的出口 是不可能放的 那现在问题是说 奥德萨会不会一起拿下来 还是说奥德萨就留给乌克兰 然后他们留在克里米亚 那当然是两边是要和平的签了 他有可能占领蛇岛 对 我的意思是说 最后最后最后的那一刻 两边 譬如说我们两岸在今夏 他达到了一定的平衡以后 就停了 所以对他来讲 克里米亚不能放的话 那奥德萨会是一个选项 因为若是欧洲的北欧的力量 一直不断的向他推进的话 他要把奥德萨拿下来 他才能够保克里米亚 所以说变成说 最后的这些选择里面 我认为普京现在他做的是一个 中间的一个选择 第一呢 他用了大量的不对称武器 用很多的无人机 所以那些巨大的什么爆尔坦克 都是用无人机去处理 第二呢 他用这个新的就是FAB3000 他是非核武 他是类似核武的打击力 但他还毕竟是非核 他不是 就是他没有越过那个 核武核战的那条线 然后最终还有另外一个战线 就是国内的反恐 所以他会用不对称的无人机 以及就像最近陈永康将军 他们所组的那个 兵推里面的八部一样 就是从通讯 电力 其他的部分先把对手瘫痪 所以刚才亮哥讲了 除了是民用的瘫痪以外 军事也会瘫痪 因此他现在的这整个 大的局势里面 最核心的就是用非核武 而能够得到像核武一样的 巨大的打击能力 使得包含了法德波兰这些 不会很积极的大量的 进入乌克兰战场 那在这个时候 他当然用的是我们 以前很少看到的 有精准制导并且可以 滑翔制导的UMPK套件 加上去的3000盾 那这个FAB3000呢 是由玄武岩设计局 我就回去看了一下 玄武岩设计局 这局是很厉害 俄国的军武呢 有很多的局都是非常厉害 但玄武岩是特别厉害 因为你怎么会想象到 这么庞大的武器 它加上了滑翔的能力呢 就拉远了它在防区外 发射的那个半径 同时它又加上了精准制导 所以它用这个新型的 是传统武器的改良版 因为它以前曾经大量制造 后来就停产 它用传统武器的改良版 升级版去达到 类似核武的这种震慑效果 并且一定会大量的摧毁 乌克兰境内的基础建设 就好像陈友康将军 他们做台湾兵推一样 觉得说你一定是要 瘫痪对手的 所有的这些能力 如果说它这些 没有办法做成的话 再拉更长 那么现在在全世界 蠢蠢欲动的这个恐怖主义 不管它有没有 美国的角色在后面 或者英国的角色 但是全世界 可能发生的恐怖攻击 就会不断的蔓延 而这个蔓延 应该不会是 只在某一个国家 我的意思是 它不会只留在 他们所想像的俄国 或者是东伊运去 在中国的新疆 而是过去 有恐怖主义运作的地方 都可能会有效法的效果 会有copycat 譬如说法国本来就是一个 非常多恐攻的地方 因为它的民族 跟宗教非常复杂 所以现在的这个巴黎奥运 很可能真的是需要 国际上面的确定 才会不像当年的 慕尼黑奥运一样 产生了真正巨大的恐怖攻击 那么全世界 一而再再而三 进入了各种各样的恐攻的时候 全世界就是 极无宁日 譬如说你在欧洲 就没有什么安全的地方 再加上从中东 刚刚我们一路讲起来 从ISK到毕露支 一路呢从中亚 一路到这个往亚洲 南亚这边蔓延呢 也都逐渐没有安全的地方 所以世界上 难道不是就进入了 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 民的一个可怕的境界 所以对于全世界来说 把现在几个重要的实体的 大量杀伤的战争 能够尽快的留在一个 包含当时建立联合国的时候 所梦想的那个可控的状态 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必须要花很大的力气 去想办法的 否则的话战争 不会只留在一个地方 或一石一地 更何况在欧洲的阵营对抗 已经很快速的正在开始 我刚才念了芬兰瑞典 难道没有其他的国家 很快的进入了阵营对抗吗 当阵营对抗一开始 哪里有地方可以是玩卵呢 覆潮之下是没有玩卵的 对 所以我们都知道 在这动荡的局势 中美两个大国 谁才是大国该有的样子呢 也来聊天事聊聊 我们赶快来抽2万 现在是1.9万了 大使你怎么看 因为刚刚我们特别提到 乌克兰这个战争 你补充几个数字了 泽伦斯基说2020年的收入 比去年还增加了大概 从300万增加到1000万的台币 大概就是两三百万的人民币 因为他租金有涨 还有包括了这些部分债券的销售等等 所以他钱是赚得不错 基辅的市长他则呛说 俄军要再次攻打乌克兰的首都 然后泽伦斯基说 我们现在有巴以的冲突 转移国际社会对乌克兰议题的关注 美国支持率也大幅下降 我们缺少弹炮 还有弹药等等 真的我们需要很多爱国者 但是马斯克说 傻瓜都能够预料到乌军 如果反攻都是悲剧的结果 你还要继续反攻吗 另外再看到下一张另外一个战争 就是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 华盛顿邮报他又踢爆了 说拜登政府上周又批准了 向以色列提供25架F35A 然后本周又授权超过了1800枚的MK84 他单枚大概是2000磅的炸弹 还有500枚的MK82炸弹 他是500磅的炸弹 所以美国参议员桑德斯说 美国不能今天祈求 纳坦雅虎停止轰炸平民 隔天你又送了好多的数千枚的炸弹吧 我们必须结束我们的共谋 非常的生气 拜登最近不是跟了两位前长官 柯林顿奥巴马进行宣布 这个竞选活动募款 结果拜登说阿拉伯国家 准备全面承认以色列 真的吗 更别说来看到安理会 之前通过了就是要停火 释放所有人质的草案通过了 这被说是美国 现在是很大的一个挫败 因为美国这边他其实是 投了怎么样呢 投了弃权票才让这件事情能够过关 再一次月9号再一次月快要结束 以色列看起来也不会买单 大使 对 现在这两场战争 基本上都跟拜登的这个选情密切相关 对 所以这个进展要看拜登怎么 进还是退要看拜登怎么做 我想这个俄乌战争尤其在对乌克兰 对美国来讲 就是说 不要说对美国 对拜登来讲 第一个 就是说乌克兰绝对不能战败 绝对不能投降 绝对不能求和 那么所以要主战派做那边 今天主和派说实话 这些对战争有太实际想法的 这些第一线的军人 事实上的话 我想都要换掉了 包括现在我觉得 现在这个 这个 乌克兰第一大反对党 也就是基辅斯市长 那位拳王 前拳王 我认为他的位置 他如果画再多一点 他的位置会有问题 现在最稳的还是泽伦斯基 只要美国撑着 美国撑着不见得 不只是这个政治的时候 美国的整个的 情治系统在撑着 也就是说 今天你泽伦斯基安危的话 美国可以保证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刚刚讲那个 他薪水增加那是 杯水车薪了 他的好处多得很 对 那最重要现在 他的人头要很稳 那只有美国要撑得住他 那可是问题就变成 就是说撑住泽伦斯基 美国现在没有钱没有弹药 你怎么样他大规模反攻 所以美国也只能撑着 然后你现在看到 欧盟这些国家 现在跳脚跳得很厉害 他们很怕这场战争 就是说真的就是吹哭拉球 那俄罗斯就基本上 把乌克兰就是这场战争 俄罗斯就占了上风 所以你看欧洲 现在动作蛮多的 声音也很多 这些动作跟声音 我认为反映一个现实 也就是俄乌在战争上 乌克兰现在的败事 让所有的国家 欧洲国家了解内情的 大概都很担忧 所以不管是出钱出力 还有用口头的这些表示 还有德国研究说 德国议会研究说 派兵北约精队进入到乌克兰 他就不敢跟俄罗斯开战 这是什么解释 我不太懂 那基本上是什么 基本上就是玩怎么讲 玩新战 给乌克兰一些 心理上面的一些怎么讲 一些支撑 就比方说我们欧洲人 现在也真正玩真的 也会支持你 你好好打 你不要投降 你不要怀忧上志 你要处变不惊 都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说 那俄罗斯现在经过这一次的乌克 这个现在已经用到这个 我上看西方媒体 已经叫这个 这个莫斯科大屠杀 Massacre 已经用这个字了 那这一次这个 俄罗斯的这个恐攻事件 事实上普丁是有可能发狠 现在普丁政府讲这个 说这个跟乌克兰 跟西方的关系越来越明显了 他们事实上我觉得就是 在找一个证据 那么现在的东西 大锤子准备好了 就已经摆明了 下一个就是FAB3000 对 1400公斤的炸弹 一个炸弹下去 34方圆 34公尺内的 所有这个寸草不生 寸草不生 所以这个基本上 这个战争 不是你乌克兰 要不要撑在那地方 而是俄罗斯可能会 往前面会就走一步 对 所以这个如果说俄罗斯 这个炸弹丢下去的话 那真的会 战局会有影响的 对于人心 对乌克兰人心 是会有影响 对欧洲各国的人心 也会有影响 对拜登的这个政府来讲 他的选情也会有影响 所以这场战争是怎么样 往前进呢 还是胶着呢 还是往后退呢 基本上我觉得 最后的关键还是看拜登那边 他要怎么拿捏 这个跟他个人的利益 真的息息相关 那乌乌战争 这个乙巴战争也一模一样 今天基本上 最后为什么 上这个月吧 这个月大概前一个礼拜 联合国的安理会 安理会那个决议案 3.26 为什么美国投弃全票 我想基本上 还是就是怎么讲呢 就是要以色列 不要再继续打了 你这样打下去的话 不是国际社会给美国压力 或者美国道德破产 美国人更不在乎 而是拜登走到哪里 美国国内的 支持巴勒斯坦的 然后反对这场战争的 都在跟他如影随行跟着走 只是这些媒体不报告而已 你只要在一个群众集会里面 就有人站起来说 你就是war criminal 你就是战犯 三位总统在那边募款的时候 下面就是呛声 每一场都是这样 每一场都是这样 他现在白宫 事实上外面有人在安营扎债 就是一天到晚 就是巴勒斯坦问题 美国的公理阵营何在 你现在你是在哪 你是叫什么 你是种族灭绝的帮凶 所以事实上 这个拜登事实上 在国内的压力 事实上是他真正 要跟内坦雅胡 好好交交心的问题 可是这个部分 事实上说一套做一套 拜登跟内坦雅胡 事实上某种程度 还是演戏的 整个以色列今天能够怎么样 撑在那边 在这个加沙走廊 为所欲为 最后还是谁在撑他 当然是美国在撑他 对 就是拜登 我们讲这个FAB3000 1500磅的 1400公里炸弹 美国老早给以色列了 一个坑炸下去 直径15公尺 直径15公尺 升10公尺 钻地弹 钻地弹 专门打什么 他说没错 我是打这个哈马斯 哈马斯地道 那个炸弹怎么分着哈马斯 对不对 所以美国对以色列来讲的话 也是两手策略 他表演一下 可是表演给什么 给美国国内的群众看 对 他支持 可是实际上 以色列跟美国的关系 以色列只要任何的军火 要挣合军事的资源 美国是无条件的 这一点 美国永远没有办法退却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今天这个两场战争 跟拜登的选情 说实话真的是 真的是习行相关 那拜登现在这个 这个选举在美国国内 事实上跟川普是比较焦灼的 我觉得越焦灼 这两边的人民 就俄乌战场上的人民 真的就 我觉得会受到更大的牺牲 那尾巴更不要说了 那现在这个 联合国的决议案 直到4月9号 对 他讲得很清楚 是 就是在拉拉丹期间 拉拉丹4月9号完了以后 以色列就可以开动 对 以色列是给美国个面子 最近没有正式打拉法 对不对 可是 这一个问题对以色列也是蛮棘手的就是说 你如果不打拉法 这个战争打了大概六个月了 对不对 超乎以色列的想像 也就是这个哈马斯的任性 比他们想像的这个来得强 你现在不打拉法 那就是你那台养护下台 对不对 那你这样交着在这里 也就承认你的战争怎么样 你的战争交着了嘛 你没有办法在战场上消灭敌人 那你还要打多久 所以现在这些战争 也许以前我们对历史念的 我们以前历史没有念的比较清楚 可是最近这两场战争 我发觉其实都是什么 他关乎的什么 不是什么 不是什么国家新亡 关乎的什么 都是关乎少数政客 他自己的权位 那场战争最后真正的 这打什么 就为这些少数的政客在打而已 其他的人都是炮灰 是 都是为了自己的政客 而不是为了老百姓 我们今天谈了非常多 都是如此 比如说看到了俄乌局势 还有这个纳坛雅虎 还有包括的是 我们之前提到的菲律宾 都是如此 好 现在已经2万了 广告回来继续来分析 大家好 我是主播賴政凯 你知道胶原蛋白 会随着软骨的退化而减少吗 掌握增强行动力的密码 35岁就是个关键 你想要嫩Q嫩Q的 就要搞懂你的身体宇宙 虽然我常常写错字 所以我就要错别字 但挑选保健品 倒是没有错过 一天两包4D具有 专利胶原蛋白增强行动力 跟我一起上山下海跑新闻 实际研 德国专利胶原蛋白生态 快点购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的原料进口 专利BCP生物活性 平均分子量3000道尔吨 小分子好吸收 重要的是重金属 西药检验SGS检测全都过关 品质把关有保障 成分单纯0000家吃了超安心 无论你是营法族 还是运动健身族群都十分推荐 因为这不是要 保养习惯从现在开始 90天的青春游感计划 打造行动游感每一天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 维持健康基础超容易 请上好康五村专区聪明下单 任选三件折150 五件就折300 快点购现在买最划算 好康优惠真的想不停 好 我们说中美的较量真的是很多 尤其在高科技这一块 但大陆现在是不断的开放开放 化解你的包围战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更开放态度 化解美国的脱钩断裂 最近看到习主席跟美国工商界 还有战略学术界代表进行的对话 呼吁大家投资中国大陆 还是我们要深化改革 为外企提供发展机会 还说提到了中美关系 合作共赢 中国大陆经济是健康可持续的 另外也提到的是说 中国大陆发展没有什么崩溃论而崩溃 也没有见顶论而见顶好吗 当然也希望美国企业参与更多 共建一带一路 赵乐际也说 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 习主席最近也跟吕特 就是荷兰的首相吕特 他也是下一届的北约秘书长 说脱钩断裂没有出路 开放合作才是唯一选择 吕特也说脱钩断裂 真的并非荷兰的选项 这话中有话 是不是美国的压力呢 更别说他也跟王问涛见面了 也提到光科基 说到光科基一定要提到ASML ASML现在美国竟然要求说 SML出售对中国大陆光科基 停止关键零件的维修 维修也不能 其实ASML对中国大陆来讲 真的大陆市场很重要 2023年ASML向中国大陆销售 450台光科基 因为美国禁令要来了 赶快卖赶快卖 然后在它的大概年收29% 来自中国大陆 2024年新的禁令生效了 所以真的受到了影响 它就开始暴跌了 跟2023年的同期暴跌了89.7% 中国大陆2023年Q4占了它大概39% 现在看起来这个禁令生效 ASML很紧张 所以还突然出来说 它打算出走 荷兰政府说 赶快拿25亿欧 要挽回ASML 两个 这个 ASML在荷兰碰到困境 主要是因为 那个极右翼的总理上台 移民 因为它对移民 有比较柯的作为 是的 那ASML很多员工是外国人 对啊 不是荷兰人 不是荷兰人 所以 他扬言要去法国嘛 对 法国 可是 坦白讲 跟中国这个问题 也是没有解 没解 美国就这样掐死你 所以呢 他去法国也没用 对 没有用 这个问题依然存在 所以我们就看到旅特 旅特这个人实际上是 荷兰八面玲珑的政坛人物 可以当总理当那么久 对 目前也盛传是北院的秘书长 美国支持 所以这个人实在是很厉害 跟中国关系也不错 对 然后到中国讲了一句 很耐人寻味的话 说 不会针对单一国家来做制裁 可是这就要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在世界上 我们在世界上没有看到 第二个国家被他制裁 所以 所以我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 是不是有部分的东西 因为我听说 中国大陆很不满的是 不是心机不在卖 对 是维修 而是已经卖的在合约 包括维修的那些义务 你竟然可以不履息 这个很夸张 这是违约的 违约的 这个对 过去跟你买 你现在违约不提供维修的服务 这个坦白讲已经 完全没有做生意的道德了 你对新的不卖这个说的过去了 旧的我们已经签约了 你怎么可以不提供服务呢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他有可能会让 这个比较有可能让 而且中国大陆你也知道 他是提前超前部署 所以一年买了450台实在是太夸张了 所以他当然很在乎 当然450台 是啊 对所以现在剩三台 所以现在因为不能卖 现在只能三只有三台 而且据了解 因为美国刚出了制裁令 针对人工智能的 还有针对这个中芯 或华为半导体的供应链 听说那个制裁名单 也厚达一百多页 对啊 又来了 又来了 那 华为目前用DUV 事实上已经证明7奈米是完全没有问题 对 现在还说5奈米 那今年听说传出又是5奈米 对5奈米 所以 那所以DUV对华为的 进一步的生产来讲也是非常必要 而且郭敏奇有一堆人在评估 那个P70 可以卖到1500万支 对啊 这也很惊人 1500万支 这很惊人 很惊人 我认为他今年的营收 一定会超过这几年来的新高 一定会超过 今年就是他的全面爆发年 这是必然的 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 还是很在乎DUV的正常供应 当然 因为他自己做出来 可能在今年末或明年吧 可是既有的已经买进来的 你不能说不能维修 他是蛮重的 蛮关键的 蛮关键 是 大概是这样 所以ASMO这一个局 第一个我们提到 第一个他想要出走 但这个出走到法国 美国还是会长臂管辖 追到法国 也不用想太多 一定还会卡 但是人家在乎的是 我都已经买你的这么多 买了450台光科技 你有事后的维修 因为很多是像我们台湾买 你也需要微调 有些东西有些状况 你要调或者是维修等等 你怎么可以说买了之后 你不维修呢 所以旅特这边 ASMO这边就很关键了 更别说旅特他最近也跟北京大学 有师生交流 提到北约要跟亚洲关系 对维持世界稳定很重要 他真的是八面玲珑 来中国大陆 跟北京讲北约 因为他可能是下届秘书长 另外 另外美国2023年修订的政策 禁止向中国大陆出口 NVIDIA这些公司的更先进的晶片 但是NVIDIA 他也是很靠中国大陆 比如说他原本说 2024年本来估计 中国大陆市场占比 是25-20%左右 但最近说可能剩到4-6% 那就是因为你又卡来卡去 另外再来看到 其实你也不要说 中国大陆什么去美化等等 因为中国大陆国产也起来 而且这个真的是 攸关国家安全 中国大陆官方逐渐在政府 电脑跟伺服器剔除了Intel 跟AMD的微处理器的晶片 推动在地化 美国你早就在做了 所以超维苏思峰说 会继续扩大对中国大陆投资 好 另外再来看到 要去中的是什么 戴尔电脑 戴尔电脑今年蛮惨的 我们把这样图放大 你会发现说 国产的PC不得了 来看到联想是中国大陆 2023年其实来看 市场份额是39 第二名是惠普 其实还不错 大概是9% 但是华为来看到 是第三名7 所以39加7 这已经加起来 46%进半了 那戴尔电脑 你看到了 被华为给干掉了 来到了是 可以 这个是占比是7 我是不是错了 戴尔电脑 11 这里啦 2023年 这里啦 戴尔电脑是8 下降 华为是10 然后呢 这些它是下降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 倩姐你怎么看 因为戴尔电脑 现在他有说 我不要用中国大陆晶片 然后呢 现在全球也开始裁员 我就讲一下 美国的这一系列制裁的作为呢 最后会有什么结果 拿这个做例子 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间 时常有的国家 会做进口替代 希望不要进口那么多产品 用自己本国制造的 当美国对于台 对于中国大陆做这么多的 限制禁运甚至制裁的时候 那就是逼着中国大陆 非要做进口替代不可 对啊 它必须要有本国产品 来取代外国产品 小制晶片 大制整机的电脑 所以你会看到 在过去呢 像惠普 HP跟DELL 他们都是属于 比较一般通用工业性 跟大量商用的一个品牌 那么现在呢 它完全就被进口替代 能够替代它的功能 那么美国做的这些事情呢 它还有一个目标 包括叶伦最近要去的时候 他就说你的新三样的出口啊 大陆的过剩的产能 国家的补贴 会让其他的国家受到伤害 它要防堵的叫做出口扩张 但是事实上呢 整个的市场不是政治 或者少数政治人物 可以一下子就把它斩断的 我常常说抽刀断水水更流 所以我拿那个ASMO 他们在它的年报里面讲说 未来的半导体成长的是这些 这是它的年报里的数字 我们拿来对这几项 第一个smartphone 它在未来的这几年中间呢 平均的就是未来的五年的 2020到25年中间呢 平均的年增长率是5% 但是它是最大的 不要变成146亿 应该是说1460亿 它是用billion做基础 然后呢另外一个非常大的 是云相关的 它会变成1360亿 而且是成长是12% 所以你如果从ASMO的 这个角度来看 它在未来的成长的市场里面 第一个smartphone很大 它本来就大 虽然成长的不是那么快 但是它的量体非常大 第二个云这些所有的像 那个数据中心啊 那个存储啊等等 还有那个伺服器 它会变成1360亿 成长12% 年均成长 然后再来还有什么 汽车 包含了传统的汽车 跟新的新能源汽车 这个地方会变成1040亿 成长是年平均成长是21% 管得很大 所以今天如果你是ASMO 你知道你的市场长在哪里 一个部分呢 是中国大陆现在已经在 大量的做进口替代的 因为它已经没有办法 在国外取得这些相关的 可能的这个供应 所以那另外一边呢 是在它很可能去做 大量的出口扩张的 就好像伺服器 ICT像华为的各种的基站 还有那个各样的汽车 或新能源车 所以这两边呢 在中国大陆都会是 你非常庞大的市场 而美国说你不准去 所以你会怎么办呢 所以刚刚大家讲说 去年卖450台 中间有四个月是因为 他们向美国要求了豁免 这四个月的豁免 让它快快的出货 那豁免期结束以后 它就不能出货了 它就直接就掉下来 所以在这个豁免期中间 它帮助中国大陆去 快速的取得的这些基台 不只是为了帮助中国大陆 而是帮助它自己的生意 就是去年它的生意 真的29% 是在这一个单一市场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看 戴尔的例子 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PC虽然还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但是没有特色的工业商业用的 一般的这个PC虽然它是1070亿 未来的预估的这个 半导体的这个市场 但是它每年的成长只剩下2% 这个2%这么低度的成长的时候 你在中国大陆 有进口替代的本国厂商 那你根本是无法竞争的 没错 所以这就是戴尔的故事 那相对的ESMO 它要去追那个在中国大陆 继续庞大的扩张的 这个进口替代的这个segment 以及会快速的在美国看来 真的最不可设的 出口扩张的这个segment 它都必须 无论是你在中国大陆建立基地 或者是归根中国大陆做技术移转 或者做其他的方式 就好像我们的台积电 必须要配合美方的强力要求 把一部分的厂放到熊本 一部分放到Arizona的凤凰 一部分放到德国的Justin 一样 他也需要去做 跟着他的市场走的这些工作 因此中国大陆现在哪里只是用 他的所谓的过剩的产能 或是国家的补贴 在跟全世界竞争呢 他其实是在用科技上面的创新 在跟全世界在领先部门竞争 就是叶伦现在在骂的那个新三样 可是在传统的部门的话 他显然的是被逼着 非要做进口替代不可 过去也有在做进口替代 但是当美国的小院高墙 越来越高的时候 他的进口替代的速度 就会越来越快 而其他要跟他做生意的厂商 像ASMO 就必须到中国去做生意 对 所以你看 你小院高墙 也许会害到你美国自己 所以带有电脑这边 我刚才也好 再好好讲一下 联想2023年份额是38 惠普是10 华为是10 所以加起来是48 带额是只有8%而已 但重点是他还跌了 大概百分之44 他是惨跌 再回到上一张 可以看到说 因为中国大陆 没有被你打倒的是谁 华为就是这样子 2023年他全球收入 是7000多亿人民币 净利870亿人民币 在中国大陆市场 他收入是4713亿人民币 年增16.7 占收入了67% 全球员工20.7万人 更别说 华为的手机 4月份会看到的 就是P70系列 盘古大模型 会在里面 AI对拍照 进行清晰化处理 更别说他的相机也是 很不错 5000万上速 709000S支援5G 郭敏奇说 他可能会出货 来到1500万部 不得了 他的手机也被讲说 有两种版本 这个相机镜头 长这个样子 P70跟Pro的 他是标准版 他是用中国大陆 豪威的感测器 这一寸镜黄 另外呢 是Art的部分 他用Sony的 这一个呢 他的感测器 长这个样子 不太一样 我想问大使你怎么看 P70也准备好了 对 这个就变成中国大陆 现在正在更改 所谓高科技名牌产品 它的出货速度 这个模式 对 这会让这个 其他的品牌餐厅 会受到很大压力 就跟中国大陆的这个 电动车一样 他是这个车海战术 挖掘现在中国大陆这个 这个高端手机 也是基海战术 基海 过去你说Apple Apple 13 14 15 它总要间隔一两年 一年 让这些新型的手机 在它的原来的 那个生产的 整个的架构里面 先把成本 多赚一点回来 对不对 你一直推新的话 事实上的话 你这个整个的 你那个生产的 那个模组 你都要新的投资 所以他要把它 多赚一点 可是问题中国大陆 因为这个卷得太厉害了 所以你看中国大陆现在都是用基海 而且推新机 几乎不是说半年了 你看这个P70 跟这个Mate 60 Pro 8月 去年8月 对对对没有多久 而且他宣布的也很快 对不对 他还没有上市 你看他提早就宣布了 听说Mate 60 Pro 已经停产了 已经停产了 这个是听说 但是我看到网络上说 没有啦我们还有啦 供货很正常 那个是 还没有卖完的啦 OK OK 停产不是说买不到 他买新的了 他去做新的 对他去做新的 是是是 他这里面就是说 这个P70 跟Mate 60 Pro 他用的同样是麒麟9000晶片 所以外界 这个美国各界一支谣传说 这个华为正在做 这个5奈米的这个晶片 现在看起来还没有 所以应该还是7奈米的晶片 所以麒麟9000还是从这个Mate 60 Pro 直接过到P70 可见这个 美国各界所畏惧的事 现在还没有成为事实 因为我看到美国的相关媒体 报导华为突破7奈米 直接进入5奈米 这个报导我看了6器件 而且都是还算有一些 背景的一些知名的这些 对 没错 相关的这些 手机专业的这些 电子专业的这些杂志 所登出来的 可见他们对华为真的是 有一点悲躬蛇影的感觉 不过整个来讲的话 华为事实上 从Mate 60 Pro 出来以后 它的市占率 各方面销售行情大好 所以去年 光在消费电子产品这个部分 还有它传统的 所谓电信 电信基础 基础设施方面 它两个成绩都非常好 对 所以整个来讲 去年的净收入居然高达 你看看 870亿人民币 7042亿人民币 全球的部分 然后净利润是 870亿人民币 对啊 这不是gross 这是net 这利润是net 870亿 这个是 有点感觉像天文数字 对 那你相对于苹果 相对于三星 对不对 这些手机 这些好光手机这些好 来讲的话 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光 光要夺目 光要夺目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像这一期的P70 目前看起来 它其实它的功能部分 我觉得应该是 Mate 60 Pro 应该有的它都有 可是它在它的照相功能上 对 iPad上功能上 好像要更上一层楼 对 还有AI这些 AI的新的装备进来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种方式的竞争 我觉得会让苹果跟三星 受到压力非常非常的大 对 这种机种实在太快了 那接下来就变成就是说 除了这个 在消费电子产品 还有就是说 在这个电信基础车上 华为走到电动车的速度 也非常快 最近 最近它的这个智介 事实上已经要推出来了 对 智介是S7好像 智介S7已经要出来了 那它的问界系统 那销售状况也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中国大陆的产业 尤其这些电子产业 它成功在就跟苹果十年前 就看到了这些手机产业 终端机的 所谓的通讯终端机产业 最后 它还是要走上汽车 电动汽车这一块 他们都没走成功 可是华为走成功了 所以我觉得未来性来讲 华为基本上 可以说我觉得 已经基础占得非常稳了 所以现在 这个 我们刚刚吕特讲去中国大陆 其实我看美国报导 基本上报导就是讲说 事实上美国现在要卡中心 基本上是卡什么 就是说你中心手上 已经有的生子外光机 你的维修跟零件把你断掉 现在美国是这样 所以美国事实上是 一招走不通 下一招就出来了 那看起来 吕特讲话我们看不太出来 他到底怎么讲 我这样关键就在变成 就是中国现在手上 数百台的这个 中国各大厂都有 数百台的ASML的这个 能够生产这个 7奈米的光刻机 它未来的零件的补充 跟它的维修 是不是荷兰还继续下去 我觉得这个相当关键 是 相当关键 现在已经2.1万了 广告回来 请倩姐好好来分析一下 说到财报 一定要请倩姐分析 她看了比亚迪的财报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肌能日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她 称她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没想到也有这种口味的酒 我觉得这是非常让人家 这个 因为我觉得原先都会有高负有低 也原来都会有酸甜苦辣 新玩乐就要喝酒一样 这种口味 有色味 有前定中定后定 有香味 有甜味 有苦味 这就是原生 原生 对 像沙瓦一样就是这样 好 最后一波 赶快冲起来 记得帮我们按个赞 倩姐你怎么看 因为美国现在不断围堵大陆 但是倩姐提到了 ESMO知道我的市场在中国大陆 从手机到云计算到汽车 这真的是中国大陆最大市场 14亿人口中产阶级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你围堵真的没用 2023年华为用31.3%的市占率 位居全球的通讯设备市场 第一名 爱立信是第二名 Nokia是第三名 19.5% 中芯还来到13.9% 是第四名 三星电子 不好意思你第五名 所以你围堵半天 你美国不是欧洲不能用华为吗 不好意思他在全球的通讯设备市场 还是第一名 另外叶伦4月要访中国大陆 你在电高你的姿态吗 还是你的筹码吗 他开始说中国大陆在电动车 这个产业的廉价出口产品激增 引发供应过剩 不公平竞争 还说中国大陆就是补贴 就倩姐讲的新三亿 什么太阳 能板 电动车这些产业 都在补贴 中国大陆说我们才不是补贴 靠的是科技创新跟过硬品质 不是靠补贴好吗 另外再来看到了比亚迪 比亚迪的财报也是很惊人 来看到2023年比亚迪营收 是6023亿人民币 年增42% 仅次于8000亿规模的字节跳动 7000亿的华为 2023年净利是300亿人民币 其实跟华为相比 他也算很不错了 年增大概是81% 他的投入其实可以看到 来到399.18亿人民币 投入金额也蛮多的 他的员工70.3万人 真的很多很多 另外更别说 比亚迪说2024年目标 年销360万辆车 然后要彻底打垮合资车 对我们以前讲华为讲了很多 因为华为他是从行动通讯 一路从军团的概念开始 就成为了工业互联网里面最大的一个骨干 比亚迪相对的从一开头看起来 可能不那么起眼的太阳能的基础设施 跟电池储能一路就做到了 在做EV的时候开始变成了 消费者数字转型革命中间的核心 所以一个是工业互联网 一个是消费者数字的生活的转型 两个中间都共通的是 一个是绿色能源的革命 一个是智慧数字的革命 包含了AI 所以这中间两个共通的 所以完全都是那种创新 那我这次看他的财报 目前我没有担任任何公司的分析员 不过我自己看就是觉得 有几个是我自己觉得很有意思 以前可能很少想的 第一个他在整个 我们都知道他在能源转型中间 一开头大家觉得他最厉害最厉害的 就是除能还有太阳能的各种的设施 但是其实他也有 total solution的概念 譬如说城市轨道交通 他会大量的做他的云轨跟云巴 那这些云轨跟云巴 就会在短距离的城市中间 成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也是在消费者这个地方 另外在他的二次充电电池 就是他整个的电池除能的部分 大的工业性的清洁能源 互用储能综合智慧灵碳电厂 这种工业用的 他已经是遥遥领先 另外他的二次充电的 这个电池储能的厂 包含了电源侧电网侧 工商业跟家庭的储能 还有他原来的光伏业务 他都加上了非常非常多的 智慧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他的成长是非常快的 所以你从这样的一个比亚迪来看 目前他过去就是大家知道 他的这个所卖的这些 mobile handset所用的东西 是占的比例是比较高 可是现在跟EV相关的 已经到了80% 哇 那很高 然后他对于 而且去年到今年增加了5% 然后去年到今年 国内跟国外的部分 就是往外国外销的部分 也从21%增长到26% 也增加了5% 所以他在一个非常快速的 对于他的客户 还有他现在的产品的 这些调整 以及对于未来完整的 绿色低碳能源经济中间的 关键角色 我认为是卡得越来越深的 所以我最后就想给大家看一张图 我觉得我在看这个图的时候 觉得很有趣 就是忽然之间找不到了 不我念给大家听好了 就是那个波克夏 跟其他的几个公司 其实都是在这里 谢谢 在他的年报里面 你可以看到 虽然他们在美国 受到各种的制裁 但是在香港发行H股的时候 他的这些股东 真的赫赫有名 博克夏 博克夏 Western跟BlackRock 所以他是这些 美国最厉害的投资人 认为最有潜力 和最有发展潜力的公司 因为他们不但是 当时投资了 现在还有非常高的 这些份额 在港股的部分 因此我认为 我们现在看到的 真的是小圆高墙 挡不住的一种 现在很多人说的是 薪值生产力 可是薪值生产力里面 不光是只有科技的创新 它其实是完整的 对于未来 尤其是在环境能源 以及AI 这三个大的领域中间 的一些新的蓝图跟想像 并且运用中国大陆 一个最大的优势 就是全国统一大市场 在各个地方做不同的实验 在内部做完实验以后 再出海 这我们已经讲过很多 我觉得我们不要低估了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力量 因为你可以想像到 如果你把欧洲拿来看 比如土耳其的东西 要到意大利去使用 意大利的东西 要到法国去使用 你可能中间有很多的困难 但是在中国大陆 它可以在不同的地方 去做各种的调配 包含了吸电可以东输 所以在再生能源的部分 不但是发电的方式改变 存储的方式改变 我们也讲过特超高压的配电系统 它可以做这种比较完整的 大市场中间的各种的实验以后 是对我们人类作为未来 要改变环境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简单的说 其实我们真的不要低估 明天灾难才会来的这种心态 因为如果你看这几天 美国无论是东岸西岸的 各种的气候的极端的表现 你就知道明天灾害会来 或灾难会来 并不是只是大家的幻想 事实上我们已经在全世界 看到太多太多的真相 如果我们不再快速的去努力 并且利用科技的方式 建立起新的韧性的话 那么人类的 就像2012或者是明天过后的 那种灾难的场景 很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 都会看到 对 所以科技是为了让人类 可以过更好的日子 所以说到了电动车的这一块 美国现在发展得起来吗 来看到美媒欧亚评论 她就说就是你买不起电动车 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她提到是说 说你为了要有资格 获得大概7500美元的退税 你必须要先买得起 一辆新的电动车 那在美国不好意思 就是特斯拉就很贵 你针对中国大陆的新款电动车 你就是不能够进口 只有不到1万美元的 中国大陆电动车 真的美国占不绝口 但是你也买 也没有办法买 这比美国电动车均价 还低了5万美元 所以这就是 你买不起电动车的原因 让我稍微 借着再补一下 当彦伦说 中国大陆用过量的产能 要低价的去请销世界 并且有国家补贴的时候 美国是第一个做了非常明确的 在EV这个产业中间做国家补贴的 而且它国家的补贴 并不能够去推动技术的创新 也就是说 美国人并没有买到 比以前更好的车子 相对的 像比亚迪这样的公司 它是用民间的方式 用民间市场的获利 继续去投资研发 那么现在 我们现在看到 他们的新的车子里面 不但是有适应不同的 消费者的定位以外 它会做一个叫做玄机 就是鱼玄机的玄机的 整车智能的系统 里面包含了一脑 两端三网四链 实现整个的电动化 跟智能化的高效融合 那这些不是政府的补贴 叫他们做的 而是他们为了争取市场 而去自动做的研发 这难道不是传统的资本主义 认为科技创新跟研发 最好的一条路径吗 7500块的补贴 并不能让美国人 能获得更好的电动车 对 你就算补贴7500块 跟中国大陆相比 你还是没竞争力 亮哥你怎么看 因为中国大陆 现在造车的越来越多 我们刚才提到了 这个华为 还有小米 小米苏七正式上市了 这个够卷吗 21.59万人民币 我觉得蛮便宜的 苏七说我们比这个价格 我们还临时调降了2万多 可是我是卷王 我还怕卷吗 禁止加速到时速100公里 是2.78秒 然后也被说他几分钟就破 卖了5万了 现在还疯狂的抢注米时捷 因为他对标保时捷的 Titan系列 中国大陆网红罗永浩是说 这种补贴拿起来 差不多就是大概20万 就是这个价位 可以把很多车淘汰了 小米会上演 良币驱逐劣币的史需 这个讲太早了 我并不看好小米 我知道你有讲过 我是觉得这样 这个叶伦应该去问拜登 为什么我们的电装建设这么慢 对啊 只有7座 对啊 你的 50万座 你那个两党通过的案子 要做20万支 对 结果到现在两年只做7支 这个 那你电装车怎么卖 对啊 你没有电装怎么卖 你没有电装怎么卖 事实上美国有好几个州 根本就是电装是几乎看不到的 所以 这个是美国自己的问题 对 他内部仍然为电动车 是否作为共同的潮流 还有不同的意见 到时候如果是川普回来 不阿琴就不用想了 是吗 对啊 你就不用再来想这个 这个才是真正的原因 对啊 那还有你的绿能 你的造船业 一大堆是你自己外移的 是 你怪中国什么 所以我说这个 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中国大陆这个产能真的太大 而且相对于去年它成长太大 它成长可能有五六倍之多 对 那这个 所以有人讲一句话说 这个就已经不是在讲经济了 因为你会造成别人失业 是 那失业就是政治问题 OK 所以 那美国是根本就还没有到 中国的车卖到美国其实很少 对不对 主要是欧洲 主要是欧洲 欧洲当然你也听到一些声音嘛 就是这样 那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 汽车这个产业 它的供应链实在是太长了 事实上 它的零组件大概有一万个 手机才几个 手机可能一千个就打死了吧 所以零组件 你去想一想 轮圈 桌车子里面的各种装潢 这个会联动到很多的厂商 对产业链 对对对 所以它所造成的 冲击 失业的恐慌 不冲击还没有真实开始 还没开始就先恐慌 对对 不你光是去像 想一想美国的那个 那个美国那个汽车同业工会 对 光是汽车的终端产品 同业工会就有38万人 是 还有内装 各种零组件 所以它影响到的劳工 我估计200万跑不掉 所以你会去那边想 事实上1980年代 日本也经过这个过程 所以你看川普也开始改口了 他说墨西哥的比亚迪 如果卖进来 我要增100%的关税 对 可是如果比亚迪到美国设厂 用美国工人 我可以接受 是 他改口了 所以如果是这个趋势 我觉得中国大陆 对我还是会配合 就是这样 可是那个就必须是在一个 稳定的政府之下 不然美国这个变来变去 你能够怎样呢 对不对 因为他连TikTok都面临 那个私有财产权的保障 都成问题 所以你想一想他 给予你来这里投资 那个长期的保证 你怎么知道 不会因为政治因素 又受到重启 没错 所以这个是美国的问题了 他已经变成是一个 不稳定的政府了 是 难怪我看到很多数字 说中国大陆很多企业 急着要去投资 但是不是去美国投资 大使你怎么看 那个小米苏七还不卷吗 21.59万人民币 我们都猜错了 对我看了一下 他跟他同类型的车 事实上他大概都便宜到 差不多4万到5万块 对 那这辆车事实上 他是Porsche的设计师 他设计的 所以他的外型很吸引力 那我就以前拆过 我曾拆到40几万 对 因为我们看他外型 还有那个对标保时捷 因为我们上了 他们那个行销团队的档 他们一直放话说 这辆车很贵 有点贵 有点贵 我看了他那个车 他各方面 他又不把性能 清单讲出来 对不对 也没有把实车送出来 很多都是 要看财报才准 他到底赚多少 对 现在这辆车 21.59万真的蛮贵 现在这辆车 现在大陆这些 汽车的那些博主 都已经去试了 有包有贬 有些对他的内装有意见 这是好事 有包有贬好事 有包有贬 所以最后 他这辆车成不成功 你27分钟 卖掉5万辆 5万辆 5万辆好了 这是已经不得了 那时候同时上网 3700万人 就在看他的 看他的这个车子的 这个说明会 发布会 结果大家都在讨论 连在这个 什么其他的那些 卖车的这些网站上 那些卖车的那些博主 我都控告说 你们怎么都在讨论 苏七都不讨论我的车 所以这个车 事实上我觉得行销上 是一流的 对 这是最好的一个 行销的范例 跟华为有的比 我建议很多这些 教MBA的 EMBA的老师 把这个范例拿出来 这辆车还没有上市 轰动成这样 然后一上市 居然造成如此 这么重大破烂 当然小米本身是一个 是个精致招牌 本身是个精致招牌 可是行销非常成功 可是我觉得最后 还要看他的实际的效果 可是他当初讲说 我要跟他实际的利润 他说我四月就已经准备了好 2万辆车 可是问题人家限定了 5万辆车 请问你什么时候给人家车 对不对 另外就是说你说 你21万你没赚 成本在24万 可能吗 你每一辆赔3万 对不对 前总统马英九 4月1号到11号 衰大学生访问大陆 展开和平之旅 广州纪念黄花岗72烈士 陕西击败黄帝林 马英九 加油 马英九并首度访问北京 520前 马英九二会 全力化解两岸兵凶战委 中天新闻团队 最新采访全程直播 便邀请专家 及时评论 任一号到4月11号 请锁定中天新闻与直播 马英九访路 和平之旅全记录 全力热血 从西北起保 桃园解放 汇聚你我热血 逐线支持 浪爱流动 苗栗响应 真实全爱 台中相亭 热血英雄 高雄最终善 爱心不见犯 热血热血热血 大大洗手 让爱会流 真血嘉年华等您来参加 我常常摔手机 平均一只手机 都要换上四到五次的 玻璃保护膜 所以我想 我是非常需要一条 手机挂绳 中天文创 Keep Fighting系列 手机挂绳 Live活力放送款 有烟熏红 星空黑两种配色 Live立体小logo 可以随意调整位置 淘牌设计风格 让您散发 与众不同的气息 改搭荣耀款 经典黑 这款特别适合 喜欢简单大方 又追求时尚 和个性的朋友 单扣双扣 都可以使用 而这两款 都特别挑选了 2公分和2.5公分的 宽带织布设计 让你的脖子 还有肩膀 可以更轻松更舒适 它的金属配件 搭配的是高质感 多功能 哑光页面扣环 品味 大家分 这个Keep Fighting夹片 更是独一无二 凭你自信做自己 好朋友们 赶快